香港的飲食、食物、污染或其他化學物質不使用的問題 是人戰嚴重 因此很多香港人經過SARS之後 對健康的關注都非常無厚 因此很多人想去了解更多有關營養的資訊或知識 但是有沒有人預解過究竟毒源營養的需求 或者出行業的需求有多大呢 據資料顯現 香港具有資格的註冊營養師大概只有幾百個 但是究竟這類營養師會在哪一類行業發展呢 最主要就是譬如醫管局、醫院或私人機構 另一個原因為何某些學員會選擇營養作為他們的進修選擇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香港營養師的人數 是不足以應付市場的龐大的需求 所以市場更需要擁有這方面知識的專業人士 去令營養變為一個更普及化 令到更多市民能夠通過營養的形式獲得更多的受惠 來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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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吧